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藝人楊明 他所經營的鄧湯連鎖店 原來是屢次遭到投訴的 他所經營的其中一間鄧湯店 就是位於荔枝角工業大廈的地下 他這間分店拿了食物製造廠牌照 只能夠外賣 不能夠堂食 只不過被人發現 原來你在這間店鋪當中 擺設了很多桌椅 是讓人進行堂食之用 於是有人投訴 食環處向蘋果表示 已經收到相關違規的投訴 指出攝氏的鄧湯店 原來沒有工廠食堂牌照 於是就向店鋪負責人 以無牌經營食肆罪行 提出檢控 楊明到底有怎樣反應呢 他就向傳媒說 他說暫時未收到食環處的正式起訴 只不過 這幾個月 就不停有很多無理的投訴 都已經是很小心的了 層出不窮的無理投訴是 又食物中毒啦 又防火條例啦 又說我是走私豬肉啦 其實四間店鋪 每天 或者隔天 就會有政府部門來的了 有犯錯的話 受到懲罰 是對的 不過我想整個香港的工廠大廈 都是拿我這個牌的 大家都知道 我和店鋪現在都是被攻擊的矛頭來的啦 沒有說無辜的 可能我做了些事令他們很討厭我啦 被針對就一定啦 頭一個月都會怕些 他們的招數層出不窮啦 而且過了這麼多個月 很多招數都見慣見熟啦 有沒有後悔當初的言論 我沒有這個感覺 我沒有後悔的 這個就是撐警明星楊明的肺虎之言 其實他的重點有兩樣 第一 就是他不認為自己沒有拿對的牌照是有錯的 為什麼呢 他就說 有犯錯的話受到懲罰是對的 言下之意 就是說他自己不覺得是有犯錯啦 因為全世界都是跟他拿同一個牌照 為什麼只是針對他呢 肯定就是針對他撐警的立場 所以他就不覺得自己是有錯啦 只不過你真的拿錯了那個牌照 拿不對嘛 第二樣的就是 他自己沒有後悔過撐警 喂 聽說 黃藍是政見 黑白是兩枝 經歷了大半年 警察暴力高壓統治以後 你還覺得是警察值得撐的 那你就沒有後悔過 難怪有些人去投訴啦 而且我覺得 未必關於楊明氏的傳數 還可能有一個因素就是跟他的女朋友 莊斯明也有關 因為他乘搭國泰航空班機的時候 喂 他真的公開了別人的 機組人員的名單出來 誰知道後來就不了了之 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沒有下文的了 那些市民如果要發洩的話 那怎麼辦 唯有投訴啦 是不是呀 我沒有認同那些人 濫用投訴是對的 只不過你不去 用現有的機制去處理違規行為的時候 包括你揭露了別人的私隱 原來都沒有處理的 原來都沒有下文的 沒有責任的 沒有後果的 你叫那些網民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就認為 他的店舖被人針對 叫做 不單只是揚明一個因素 他女朋友莊斯明 都有多少關係 鄧湯普這件事就說完了 說下另一件事 就是中西區議會 通過了譴責鄧炳強署長這個動議 如波未了 今天有個消息說 就是中西區議會的主席鄭麗琼 瘋狂收到一些無名事的 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滋擾 到底哪些人是這麼小學雞呢 大家亦有自己可以想一想 除此之外 我們特區政府的高級問責官員 一樣都是這麼小學雞的 到底他們說了什麼出來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 在回應議員的時候說到 政府是不認同區議會譴責鄧炳強的動議的 而根據公務員守則的要求 公務員是必須按在任政府的政策和決定去履行職責 捍衛政府立場 他就不認同 民政事務專員 離場的行為 是有違反公務員的守則 這些就是赤裸裸的輸打贏要 當你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 面對著公務員體系裏面的意見聲音 不同意見的聲音的時候 例如說他們要組織一些新的公會 例如說他們要出席一些 以公務員為主的集會的時候 大家記得他們曾經搞的集會 就是聲援抗爭者的 好了 這時候你們就制出政治中立的大旗出來 就用政治中立的原則來壓下去 為什麼當你們面對著 由非建制派佔有優勢的區議會的時候 你這個民政事務專員 和其他出席區議會會議的政府官員 就可以拉大隊離場 這個時候 這個政治中立的原則 又變了 擺在一旁 變了什麼 變了要擁護這個特區政府 那你不就是輸打贏 你不就是搬龍門 你不如從頭到尾就是 所有公務員都要擁護特區政府 向行政長官效忠 那就說了 一時一樣 當別人提出意見聲音的時候 就要政治中立 當你面對著這個議會 你不同意他的聲音的時候 就說要擁護政府 你為什麼要轉折呢 從頭到尾就要效忠林鄭月娥 說完 是不是 另外 這個民建聯的鄭詠遜議員 就懶得斥 他就說 鄭麗芹主席 在不斷批評公務員 犯法包庇 這個說法就是對18萬公務員不公平 如果連這班那麼努力的公務員都守不住 不斷遭受到指責的話 就是非常不公平 這些就是廢話 這些就是故意 想綁架和騎劫 18萬公務員的民意 低級手段 是一些低級的分化手段 告訴你鄭詠遜 麻煩你省一點 是不是 18萬公務員是鐵板一塊嗎 人家批評的是批評 3萬3千個香港警察 是不是 哪有批評到18萬公務員 鄭詠遜所用到的手法 其實就是非常低級的分化手段 故意使得主流民意 和18萬公務員對立起來 然後就可以綁架這班人 就可以騎劫這18萬人的民意 麻煩你了 只是在公務員團隊裡面 我就不相信 18萬人全部都是支持香港警察 18萬人全部都認為 特區政府的施政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麻煩你不要用這些低級的手段 對嗎 批評公務員 又說要守住公務員 加仙 你是公務員的代表嗎 是不是 你是嗎 你鄭詠遜是嗎 你下屆選不選得贏也未知 如果蔣來為不退的話 說話你真是 接著今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又有委論發表 他講到中西區的會議 譴責鄧炳強處長 他認為這個動議 不應該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辭 而且當中有些不符事實的陳述 而主席的裁決 也未能做到公平公正 故此 民政事務專員是需要離場的 他又呼籲區議會要專注於地區事務 喂 麻煩你節省一點 主席的裁決未能做到公平公正的話 又說下屆那些選民 踢他走 用選票 是不是 如果他是不公平公正的 為什麼鄭麗瓊可以在94年開始做區議員 做到今天 做了二十幾年 差不多三十年 他是否公平公正 就交給四年之後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 由選民來作出判斷 只不過他的裁決 不適合你鄧炳強處長 不適合你張建宗司長 就是肯定的 根本上你們離場 就是因為 不妥他 那你就說得清楚一點 什麼叫做不公平公正 說到好像以前 建制派 在這個區議會當中 佔有絕對優勢的時候 那些主席的裁決就好像很公平公正 根本上是打橫來講 還有就是 呼籲別人專注於地區事務 現在人家在說的不是地區事務嗎 18區都有警察暴力 地區事務 別人就問到他 大埔區議會早前就設立了 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 追究警察的暴力 但是選政府主席的時候 民政事務處 和秘書處離場 其實就是 同一堆人 因為 區議會的秘書處 就是由民政事務處來擔任 張建宗司長 他就說 有關委員會 可能是犯法 因為他不符合 區議會條例裡面的區議會職能 故此認為民政事務專員 離場就是合理的 而民政事務專員往後都不會再出席 有關的委員會 更加不會為這個委員會提供支援 政府也會深入研究 舉行沒有法律基礎的會議是否恰當 這個很明顯就是什麼呢 就是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來企圖架空 以及 令到這個區議會的運作停擺 如果你這個民政事務處 不喜歡擔任這個區議會的秘書處的時候 應該就利用區議會的撥款 自己請一班人回來做秘書處 立法會都是一樣的 立法會的秘書處另外設立出來的 不是由政府部門來兼任的 是不是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麻煩你把秘書處規範化 不用由你民政事務處來兼任 原來你民政事務處 那些公務員 就說要擁護這個特區政府的立場 要效忠這個行政長官 根本上就沒有政治中立 當這個議會是由非建制派佔有優勢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開會 你就經常拉隊離場 因為你說明公務員的職責 就是要捍衛特區政府的立場 當那些議員 當那個議會 根本上跟你特區政府的立場是不同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經常來搶 是不是 不如這樣 既然你是找一班人回來 是要效忠特區政府的 行了 不要要你這班人 另外撥款請那一班人回來 合約制也好 四年一任 就讓那些人來做秘書處的工作 改了一個條例 這是多餘的 根本上你搞什麼 然後還說研究一下有沒有法律基礎 就是別人開這個會議 還想說別人這是非法會議 根本上你超然若決 這些行為 想搞什麼 就是輸打贏要 如果當日有些市民 真的聽了那些白票黨的梳擺不出來投票的話 就令到那些建制派贏了 今時今日我相信 就不會出現這些局面出來 你特區政府照舊就會 配合這個區議會的運作 一定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輸打贏要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